Facebook突然在杭州成功註冊全資子公司的消息 傳出短短一日後 它在政府的企業信息公視系統的註冊記錄又突然消失 《紐約時報》引述知情的人士說 雖然這不代表Facebook之後無法在內地再開公司 但機會將會很低 消息說撤除Facebook的註冊 源於浙江省的官員和網信辦的分歧 因為網信辦對於這件事 沒有被充分諮詢而感到憤怒 《中國外交部》在例行的記者會 也都被問到Facebook被設一時 但是發言人沒有直接確認 早前的報導引述Facebook的發言人說 他們想在浙江建立一個創新的中心 做科技人才的培訓 來支持中國的開發和初創企業 而Facebook被撤除之前的公司登記信息顯示 Facebook在杭州的公司 經營的範圍包括科技開發 成果轉讓和投資資訊等 登記名為《念書科技杭州有限公司》 在7月18日註冊 注資3,000萬美元 資料同時都顯示新公司在杭州的註冊地址 在一個核心商業區的寫字樓裏面 內地傳媒曾經根據登記的地址看過 發現辦公室還未有人搬進去 也沒有任何Facebook公司的水牌 拜拜